又是一台好车幸运啊 这台车是从上海来的2018款的宝马320M运动套件 这个车子呢 如大家所见 护C的牌照啊 车子是上海来的一手车主 2018年7月上牌 现在跑了6.5万公里 年均行驶1万公里 冒点头 整体车况相当给力 虽然说它前面的牌照有一点弯折啊 但应该没有出过比较大的这种事故 因为我们看下来它全车的金属面 就这些地方啊 光泽度如你所见非常的给力 也的确都是原厂7啊 摸起来都是滑滑的 鉴定下来的数据也是很漂亮 所以说这台车可以排除事故 水泡火烧的嫌疑 车况那块大家绝对不用担心 其实2018款的宝马呢 基本上就是宝马的3系这一代的 我们叫做F30啊 F30这一代的一个末代的版本了 因为到了2019年年中 它就换了祭地盘的这个3系了啊 也正是因为这次换代 大家发现其实2019年的 宝马3系和2018年的宝马3系 它的价格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的 像这样一台车子 它现在的价格只有147,900块 跟一年之后的那个换代后的版本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你会觉得他们不可能只差了一年车龄 但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你追求一个比较性价比的这样的选择 追求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这种选择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车 你要知道即便是再老的 比它车龄多五年的这种标轴的这种3系 可能也就是卖个十万冒头的这个样子 而这台车15都不到 车子还那么的新 对吧 光看外面可能没感觉 我们看看里面 里面这种内饰的状态相当的给力 对吧 这个车呢 用了一个发毛皮和织布混搭的这样的一个座椅 然后也是电动可调的 带座椅机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还是不错的 屏幕呢 这个主机是个小机 小机器啊 然后看一下方向盘 方向盘这块是我最不满意的 就是说从单纯的方向盘功能上来讲呢 这个车是稍微差一点点的啊 但是款式上是很好的 这是一个M的方向盘 它是握感是非常好的 填充物也很厚 握起来很粗 方向盘的直径呢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非常小的 带一个大拨片 但是就这一块啊 是功能稍微有点少了 只带一个限速的功能 这个稍微有点不给力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看到它的这个像音响 像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些选择啊 这个也是那个时候宝马的一个特色 如果说配置稍微高一点的话 对吧 这个价格也不可能 只有十四万七千九 然后这边大家看到啊 多了一个旋钮 这个可不是原厂的啊 这是前车主自己加装的一个座椅通风 也就是说这边都被打伤了孔 但是还真是不太看得出来啊 现在是座椅通风已经被我打开了 还是有点效果的 现在已经明显能够感觉到一些气流了 所以我觉得前车主啊 应该是挺怕热的 后排的空间 对吧 比长轴的三系要小很多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二手市场上标准卖不过长轴 它的确是在实用性的空间这种感觉上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啊 坐进去 还是比较 卡着人的 这个腿部空间你看看有将近20厘米 但实际上整体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啊 它的乐趣还是在驾控上 这台车的那个发动机使用的是后期的B48的发动机 所以说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动力这方面也是还可以啊 180匹 应付一下日常的使用是没问题的 而且宝马的这个B48的发动机 我来把机盖打开啊 B48的这个发动机 它的响应特别的好 连拉两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解锁 直接就可以把机盖掀上 B48的这个发动机呢 它的响应是非常出色的 它的这个起压很快 然后峰值扭矩很快就能达到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虽然它只有180匹 但是给你的感觉是很不错的 非常的得心一手 这是宝马车子的一个特点 我们说宝马操控好操控好 不仅仅是因为它底盘调教的非常的给力 而且是因为它的发动机的响应速度 它的变速箱的响应速度 也是跟着我们驾驶人的这种感觉去走的 所以说整个车就是一双非常合脚的运动鞋的感觉 你坐在里面 虽然它只是一个320 但是你坐在里面就有一种想把它开得很快的冲动 而且这台车 就像刚才说的 它的座椅 它的方向盘 它的换挡薄片 这些东西都在呼唤着你的荷尔蒙啊 都在让你把它开得更加的畅快一些 当然了 车子也不要开太快 安全第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